他是一个执迷于传统文化的人 这从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情就能看出来 第一件事 他把母亲站在洪秀泉的祖坟正后房 风水先生告诉他此地可以出天子 于是他反讲起义 但很快就失败了 第二件事 他曾经纳了一个妾 预测时告诉他这个妾的八字非常的忘他 于是他就把这个妾转为正妻 还用这位妻子的名字 命名了海南岛的一个港口 秀阴港 第三件事 他为自己寻找了一处风水宝地 妻子先去世 所以站到了此处 由于时局的原因 他退居到海南 后来在台湾逝世 到最后他还是交代了他的后人 把他签葬回了这个风水宝地 和妻子合葬 他就是曾经掌控广东八年的南天丸 陈济坛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广东省湛江的湖光岩景区 这里就是陈济坛和墨秀英的夫妇合葬坟 我们刚刚看那个图片就能看到在下面观光旅游图片 它是一个什么像一个星形是吧 这个湖泊 证明这个湖泊很圆 圆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它的龙虎沙也是环抱的很好 它才能形成圆的是吧 因为你周边是比较高 中间才会形成一个什么湖泊 从这一点来说呢 它是一个聚水局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聚水局以及这种雪点站得比较高的这种坟呢 其实主要它的人丁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这种地方它四边啊 四边是只有它最高 虽然这种叫瓶中一凸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站在山顶上也是一个节学的方式 第二个呢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前悬 这个前呢 很明显是开得很大的 开了前之后 这个是前的左侧 前的右侧是在另外一边 而那个前的口 也就是这个前口 就是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寺庙了 就是我们在分辨这个前悬 如果不太好分辨的时候 我们在下面走那个路的时候啊 是不是 能发现吧 那个道路它是会形成一个什么 弯曲的是吧 W的形状或者M的形状 这个时候就一般就形成了浅 这个山体它是开浅的 就是有两支分开 而左边右边你看那个 弧的边缘都是非常的平整光滑 只有这里是形成了一个M的形状 我们通过这个 山体的雄尾的一些形状 以及这个道路的变化 三角的变化就可以判断出 它是结 结的是浅还是窝 还是乳还是秃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木呢 前面是有一扇墙的 这扇墙一般是用于什么情况呢 是用于这种坟墓前面太陡峭 这个时候就比如说圆城直走啊 或者太微陡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这种横断的一个像岸山一样 它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圆城直走 或者前面陡峭的一个极力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 它前面是一个方形的 后面是一个圆形的 也有着天地等等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文化 审美在里面的 此地立炳三人兼五子 雪前为巨大湖泊 四十不枯不解 传说此湖水暗通南海 因而不论来去水 风水谷雨云 坪中一凸甚千峰 此地为坪中起大凸 凸顶开前前口被万海楼所占 而成吉堂夫妇墓穴在前左 雪前略有缓坡 坡前顿跌 龙虎环抱 湖观沿湖水澄清平静 如星形环抱于雪前 易富坛说风水有云 水融气局 此地为聚水局 主赋 成吉堂的后人众多 基本上都在国外 多为富豪或文人 观山水之情谊 见世人之浮沉 我是易峰许联斌 学习更多的风水知识 请关注易峰说 我们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